在丧尸肆虐横行的末世下 人口密集的城市已成了丧尸的天堂 就连重兵把守的疾控中心也已沦险 仅上的幸存者只能往下一处军事基地寻求一线生机 当这支使人小队经过一处高速公务时 发现这里已经被废弃的汽车堵得水系不通 更糟糕的是 他们防车的散热系统出现了问题 无奈之下 他们不得不停下来修理车辆 在此期间人们也趁机搜刮一些所需物资 提仔和达里尔负责提取汽油 女士们则负责寻找内衣 而肖娜家伙可真是走了狗屎运 满满一卡车比黄金还珍贵的捅装水 在修车的格伦看到开心的像个孩子 但好景不长 负责警戒的瑞克发现不远处出现一具丧尸 当他准备举枪射击时 瞄准镜里又出现第二具丧尸 然后就是一群 再然后就是一大群 车顶的戴尔看到这一幕急忙趴下 瑞克一极快的速度 向后跑去通知其他人躲起来 每个人熟练的钻紧了车底躲避 成群的丧尸蜂拥而至 每个人都紧张的连大忌都不敢喘一息 车里的丽亚还在专心组装她的手枪 意识到不对劲的她转过头一看 眼前这一幕直接让她头皮发麻 吓得她赶紧蹲了下来 而T仔由于T型偏倒 她不能像别人一样钻到车底躲避 只能和丧尸玩起了躲猫猫 倒霉的是她还不小心滑到了手臂的大动脉 鲜血瞬间喷涌而出 她强着疼痛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只要他们保持安静不吭声 丧尸就会跟着大部队离开这里 这是可怜的T仔 因为失血过多很快就瘫痪在地 更糟糕的是 一具丧尸发现了她 幸亏达里尔就在附近 随后将丧尸的尸体压在T仔身上 自己也不甘示弱 找了另一具尸体压在身上掩盖气味 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等待 路上变得安静起来 丧尸大军似乎已经离开了 然而 就在他们以为可以松一口气时 一只落单的丧尸发现了女孩索菲亚 索菲亚害怕的哭了起来 她赶紧从车底爬了出来 然后翻出霍兰 朝着森林的方向跑去 瑞克见状二话没说 连滚带爬的追了过去 索菲亚一路在丛林里狂奔 身后的丧尸也穷追不舍 还好瑞克及时赶到 惊恐的索菲亚想拿瑞克的枪干掉他们 但瑞克说丧尸大军还没走远 枪身会把他们引回来的 于是他只能迅速抱着索菲亚逃跑 为了更好的保护索菲亚 瑞克找到一个大树根 让索菲亚躲了进去 并反复叮嘱他待在这里不要动 我马上就会回来 丧尸很快也追到了这里 瑞克故意对丧尸做出挑衅 想把他们引到其他地方 然而刚离开没多久 索菲亚直接离开了藏身之地 这时瑞克汗流加倍的躲在树后 抓住机会直接用石头砸倒第一个丧尸 然后反手把第二个砸倒 可当他回到树根下时 发现索菲亚已经不见了踪影 其他人也没有在路上看到他 瑞克描述了当时的情况 达里尔很快发现了他留下来的脚印 以他多年的博力经验来说 找到他是十拿九稳的事 但他们跟着足迹来到一处拐角时 发现女人还偏离了方向 瑞克建议萧恩和格伦先回营地安抚其他人 他则和达里尔继续沿着脚印寻找 这时附近突然传来动静 他们警惕的上前查看 发现是一具正在散步的丧尸 考虑到索菲亚可能还在丛林中 他们必须清理丛林中的所有隐患 在他们的默契配合下 两人轻松的解决掉了丧尸 这时瑞克在丧尸的嘴里 发现了新鲜的碎肉 一种不祥的预感 瞬间涌上心头 为了消除疑虑 达里尔拿起匕首 直接扑开了丧尸的肚子 然后在肚子里找到了一块碎肉 幸运的是看形状应该是土拨鼠的残骸 到了黄昏时分 他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营底 但令人遗憾的是 他们并没找到索菲亚 女孩的母亲卡罗很担心 他才十二岁 绝对不能把他丢在荒郊野岭过夜 达里尔作为专业的猎人 说天黑了没办法找 在黑夜的森林对于搜索来说 无疑是自杀行为 卡罗开始谴责瑞克 一开始不应该把他丢在那里 瑞克也很自责 他理解卡罗作为母亲的心情 但他当时别无选择 他只有这样做才能确保索菲亚的安全 在场的人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明天 第二天一早 每个人都拿好武器 准备进树林里寻找 毕竟多一个人就多一双眼睛 卡尔尽管还是个小屁孩 也义无反顾的加入了搜酒队伍 只留下戴尔和受伤的T仔 留下来手车 在达里尔的带领下 他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帐篷 每个人都屏住呼吸 希望索菲亚就在里面藏着 但打开后发现是一具 死了很长时间的尸体 就在这时 远处突然传来了一阵钟声 于是他们急匆匆的 朝声音来源跑去 希望这是索菲亚发出来的声音 来到后发现这里是一个教堂 他们都迫不及待的推开教堂检查 但打开门发现里面 竟坐着三具丧尸 瑞克三人奥化梅书 直接拿出武器 当着耶稣的面对着丧尸 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但遗憾的是索菲亚并不在这里 这时钟声再次响起 人们跑出去一看才知道 原来是一个定时电子钟 这样紧张的气氛 一下子变成了无奈的叹息 随后肖恩建议分开行动 由达里尔带队沿着河边往回找 因为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天黑 他则和瑞克想在附近再寻找一会 卡尔也想留下来 因为索菲亚是他最好的朋友 他不想放弃任何找到好友的机会 于是达里尔就带着他们往回找 而瑞克三人则继续走进树林寻找 但没走多远就听到了树林有动静 走近一看 原来是一只麋鹿 肖恩还想宰了他今晚宵夜 但好奇的卡尔向麋鹿慢慢走去 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看到麋鹿 两个大男人也想满足一下他的好奇心 卡尔越走越近 就在这时 瑞克抱着中枪的儿子狂奔五公里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治疗 他很快就会死去 瑞克回头焦急地喊道 这个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胖子叫奥迪斯 也是他开枪误伤了卡尔的 瑞克不敢耽搁拼命奔跑 因为他能快一秒钟 他的儿子就会多一秒被救火的希望 最后最终来到奥迪斯所说的地方 这是赫夏尔一家人赶紧出来 他询问孩子是否被养 瑞克说只是枪伤 被你们的人击中的 求你救救我的孩子 老先一听是枪伤 立刻让他们把孩子带进屋 然后叫他的子女准备好医疗用品 经过一番检查 卡尔还有心跳 但是非常的微弱 老先告诉瑞克出去冷静下 我们会竭尽全力救回你儿子的 此时此刻 这个一向沉着冷静的男人 变得慌张失足 几分钟后老先告诉瑞克 你儿子很糟糕 因为子弹碎成了六片 但现在只驱出了最浅的那几片 而且他的腹部开始重胀 这意味着子弹划破了血管引起的内出血 现在必须要开手术 找到出血点兵 取出所有子弹碎片 然后缝合血管 但在手术的过程中 他必须要纹丝不动 这意味着要用到麻醉剂 可如果麻醉的话 他就不能自主呼吸 现在必须外出找台呼吸机回来 这时向你挺身而出 因为瑞克得留下来给卡尔输去 开枪的奥蒂斯无比的内疚 他自告奋勇的说 我给你带路 毕竟是他不小心误伤了卡尔登 随后他们就出发前往八公里外的废弃医院 达利尔和其他人仍在树林里寻找索菲 利尔一个人落在了后面 这时突然身旁出现了一具丧尸 当他反应过来时 吓得大喊大叫 其他人听到声音立即赶过去 利尔用手中的笔手 刺向丧尸的胸部 但明显没什么用处 还一不小心被绊倒在地 看着丧尸越来越近 他绝望的大声喊叫着 其他人也拼命的冲过来 就在他以为死定的时候 一匹猎马向他跑了过来 起码的是老些的女儿马基 他大喊得随时落里 说你的儿子卡尔中枪了 但还活着 现在你的丈夫和儿子 需要你的陪伴 你得马上跟我走 洛丽听后立马就不淡定 赶紧上了他的马 出发前马基告诉了 他们农场的位置 然后他们骑着马就离开了这里 很快洛丽也来到了农场 夫妻俩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此时的心情只有当父母的才知道 洛丽来到房间看卡尔 看着遭罪的儿子 他心怒刀割 达里尔他们回到营地后 将事情告诉了戴人 然后几人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下 每个人都认为 现在团队变得非常分散 他们不应该这样继续下去 于是他们决定集体搬到农场去 但卡罗尔担心 如果他的女儿回来了怎么办 最后大家决定 让格伦带着T仔先去农场 因为T仔的手臂也需要治疗 其他人则留在这里过夜 这时萧恩和奥迪斯也来到了医院 他们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里面的情况 因为医院是集中之地 这里的丧尸比想象中还要多得多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